如果有光頭很多人會摸我的頭 像我字幕君每次走過來是摸摸摸 都會覺得摸屁啊 接著在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所以我有點生氣 小朋友鬧脾氣 朋友就從後面拍拍我的背 不是要安撫我還是要叫我 當下的心想就是 幹你老是幹你很不爽 你摸屁摸啊 那以上是我人生第一次好像覺得被摸 那以上好像不爽的感覺 身體這個界限好像是一個 要去思考的事情 如果有光頭很多人會摸我的頭 像我字幕君每次 我在工作的時候突然走過來 是摸摸摸摸 都會覺得摸屁啊 沒有啦我覺得當然這熟嘛OK 那如果這陌生人突然就摸我的頭 我就覺得幹你摸屁 所以一樣的行為 它會有不同的評價 它是非常非常錯綜複雜的 那要怎麼學習 我們今天就來推薦大家一本好書 跟好的活動 就是這本 會秘密派對 那這本書呢 是透過一個又一個案例 教導孩子在不同的情境狀況底下 對於身體的自主權要怎麼樣認識 要怎麼樣情緒 以及要找誰來解決 那這次會來發白的一個作者就是周塑星 周塑星同時是在立心基金會服務 它同時在本次演講裡面 也會以社工的角度來分享 碰到性暴力的問題 我們社會該怎麼樣去面對 以及該怎麼樣解決 我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活動 不是只給有孩子的人參加 它是給所有人一起來參加的 因為面對這個議題 身體的自主權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被好好的教育 所以面對這個議題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跟孩子一樣 都應該要來從頭開始好好學習 參加這個活動 報名完成 後來聽到一場好的講座 以及也會送這本書 7月21晚上7點到9點 在師弟的B1探討身體自主權 發白放大計等你